大家好,我是Matthew克超 相信大家今天一旅開電視機 或者在這裡錄電話 都會看到大量 河南省水災的影片 首先我們在這裡 期望 或者祝願河南省的 中國國民 或者所有人 能夠平安無時 奉空化吉,大埔南國 國家主席習近平 也都說了重要講話 他說大家要積極提防 大災之後 就有大疫發生 其實現在 國家的領導層 在擔心 災情不太嚴重 因為其實 估計 我覺得他們會控制到的 如果天氣不再惡化的話 因為其實這次很嚴重 他是創了 國家歷史以來 有陸地的 降雨量紀錄 鄭州周末 持續強降雨 在週二下午 錄得一小時超過 200毫米的雨量 他創下了全國陸地 每小時降雨量的新高 所以才這麼嚴重 是天災 如果天氣沒有繼續惡化的話 相信其實中央 已經是有應對措施 可以盡快地處理好 災情的善後工作 但是最困憂的就是 國家主席剛剛所說 大災之後有大疫 這個就是 你其實都很難去 逃避 去思考一下這個情況 有機會發生 因為你想像一下 疫情這樣 有很多事情滯後 有很多事情會 停水停電 很多救援人員的分配 不均 很多連鎖效應會發生 你停電就令到很多事情 就是一個骨牌效應 所以這樣會不會影響到 我們的抗疫的措施呢? 這一點是 國家領導人擔心的 我們聽完他講之後 都會擔心的大家 那就沒有辦法了 你能做的只是 在這裡祝福一下他們 或者做好自己本分 不要為國家添亂 在這裡希望他們能夠逢空花吉 所有事情順順利利 第二件事想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我們國家的浮池列車 已經進展到世界第一最快的列車 以後 你由北京去上海 或者由上海去深圳 只是需要兩個半小時 你說厲害嗎? 即是計算數 上海去深圳兩個半小時 上海來香港最多三小時 幾方便 你哪有想過可以這麼成功 重點就是 他還要自己掌握 整個科研 製造 一條龍做完 都是中國製造 根據報導 這個浮池列車 由中國中車的研製 標榜著擁有完全的智慧財產權 20號在青島成功下線 這個是世界首套設計時速達 600公里的高速遲浮交通系統 它代表著中國掌握了高速遲浮 承透技術和工程化的能力 報導稱 從北京去上海為例 乘飛機都需要4.5小時 高鐵就需要5.5小時 但高速遲浮列車只需要2.5小時 深圳距離上海約1500公里 遲浮列車約2.5小時即可抵達 深圳至北京需要3.6小時 目前來說 全球最快的列車 依然是日本的東海旅客 鐵路公司 JR東海的LO系高速列車 2015年試行時 試過達到時速603公里 不過中國產的持浮列車 是有望打破新紀錄 日經認為高速列車市場 已經迎來技術霸權的激烈競爭了 其實真的很驚訝 我們國家的創新與及製造能力 跟以前真的很不同 早前我還在說 打一戰或者清末的時候 我們國家連口螺絲連口釘 連支火柴都生產不到出來的情況 百多年後的今天 已經可以擁有這麼強勁的技術 你想想想 將來我們可以從香港乘火車去法國旅行 我剛剛看過9000多公里 需要大約17小時 真是正不正 你是比乘飛機更舒服 第一你乘這些火車 或者列車 是舒服很多 因為你這個人又可以動來動去 如果有搭過和諧號 有搭過高鐵的 我估計感受應該會比那些更加好 因為有技術的進步 還有沒有摩擦力 有機會 我不知道 這個真是亂說的 我打算是浮持 沒有摩擦力 令到你很Smooth 好正 拭目以待 希望有新之年 真的可以 嘗試一下 乘火車去歐洲玩一下 當然 說什麼玩 大家打疫苗 我雖然血壓高 未來我都會打 我決定打科興疫苗 希望盡快通關 不要趕到法國那麼遠 希望可以先去澳門 下集再見 拜拜 請按照